好,我们来讨论1.6的练习 两条线的位置关系 第一题已知直线2K X加K加1 Y-9等于0 还有另外一条直线 反正就两条直线了 他讲说他的焦点落在于 Y轴上 注意,这个之前我有讲过了 你看到X轴,你就想到Y等于 你看到Y轴,你就想到X等于0 反正这个焦点在X等于0上 代表说这个X等于0 你带去两个方程式 他都必须要是相同的 那我们这么巧 我们带去第二个方程式的时候 X等于0 他就会把有K的东西去掉 剩下-Y加3 -Y拉过去加Y 所以是Y等于3 我们找到Y等于3 变相的就知道说 噢,那个焦点原来是03 对不对 那既然知道那个点是03 我们要找K 我们就把03的点 带回进去第一个方程 X带0 这个2K去掉 K加1Y 这个Y就放3 再-9 3展开进去 得到3K加3 这个-9拉过去加9 这个3拉过去-3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3-9得到-6 -6拉过去正的6 6除以3 就会得到2 所以我们就找到K等于2 和这个焦点在03 非常好 第二题 这题有点tricky 有些同学在那里拉门 2K加2Y K sorry KX加2Y等于10 还有3X加Y 加3等于0的焦点 落在这条直线上 但问题是 有些同学就开始在那里想了 我前面这里我要怎样找焦点呢 它有K哦 我联绎的时候我可能就 我这个K处理不了哦 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你自己要想一下嘛 如果我告诉你这两条线的焦点 落在这条线上 是不是代表说他们这三条线的焦点 其实是相同的焦点 所以我们再换一换概念 也可以讲说 这两条线的焦点 落在这一个直线KX加2Y等于10上面 对 所以你做连例 你不要做那个有K的 你就做那些没有K的嘛 所以你看 尹萱就做了这样的调整 他就讲说 O3Y 3X加Y加3等于0 还有2 X加Y-1等于0 这两个减连例 1-2 3X-X得到2X Y-Y去掉了 3-1 3-1 3加1 等到4 4拉过去-4 -4除以2 就等于-2 找到了X 找到了X 你-2 你带进去2号好像比较简单 -2-1-3 拉过去加3 Y就等于3 所以就找到了这个焦点呢 也是在-2-3 那-2-3 我们再带回进来这个方程吧 X带2 得到-2K Y带3 3-2等6 拉过去10-6 得到4 4除以-2 得到-2 K就会等于-2 非常好 蛮精简的 也做得很好 OK 这第二题大概是做法是这样 第三题 一样 你会看到他出题了 这样也是倒转来问 以至这两条直线 问题是这两条直线又有A又有B在里面 超级烦人的 这两条直线的焦点在3-2 它反而是要你求A跟B 那这题其实 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 如果我的直线通过 这个点的话 代表我这个点套进去那个公式 它必须要符合 所以这个3-2呢 就是分别是他的X跟Y的值 所以我只需要把这两 X等于3Y等于-2 带回进来这两个方程 然后再解AB的连利方程组 就可以的 OK 大概概念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X带3 3-2得6得到6A 然后这个Y带-2 好 -2乘进去-2B 减2 然后去加2 18加2等于20 所以它得到这个 我框一下 有点乱了 不过可以看得出 它的做的顺序是这样 6A-2B等于20 初步找到了 带进去第一个方程式 带进去第二个方程式的时候 然后3A 然后-2乘进去-2B 减减变加加2 加2拉过去-2 16-2等于14 所以就会得到3A-2B等于14 这是第二个方程 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多同学会习惯带入 跟这本课本一样 喜欢带入 所以它带入是怎样呢 它把2B拿过去-20拿过来 6A-20 2B 然后好像都可以整除2的 所以得到3A-10 3A-10 套进来这个方程是3A-2乘3A-10 你曾经去复复得正20-6A 3A-6A是-3A -3A拉过去就正3A 14拉过来减 20-14就会得到6 所以是3A等于6 或者你可以讲说-3A保留在这里 20拉过去 14-20就会等于-6 复复月调是得正的 所以6除以3是等于2 所以这里是正2 我不晓得为什么要算到了这个-2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 我比较喜欢说加紧效员 你看到这个-2B 这个也-2B吗 我们直接用1-2就可以了 6A-3A得到3A -2B-2B去掉 20-16 20-14等于6 6除以3得到2 我就算到A是等于2了 看到吗 比较快了 不过anyway 你看还是跟回你们自己的一个强项 跟回你们的强项 这样子 OK 所以找到了A等于2 你再随意带其中一个 你要带2号也可以 带1号也可以 延续好像是带了1号 对吧 6乘2-2B 等于20 6-12 12拉过去 20-12等于8 再除以-2 就会等于-4 B就会等于-4 正确了 所以它的这个A是等于2 B是等于-4的 OK 第四题 麻烦一点的题目了 它有三个小题 这两条直线你去整理的话 这个你们要注意 虽然我不会这样整理 我看到简 我拉去对面变加4 拉过来变简 如果是我 我先写一下我的写法 我会怎样写 OK 我修旁边的 不要油加 OK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会变 先变成 x-4 等于A-1 y 然后呢 我才变y 是等于 A-1分之1x -A-1分之4 好 如果是我做 我会这样 那我稍微的再讲一下 这个 这个轰冰做错哪里 他就讲说 我的负乘进去 负负得证 我就放了加1 但是呢 你的这个负乘A 其实是负A的 所以这个A 不是变成加A 应该是还是-A的 好 so你 把自己乘进去都乱去了 所以就变错了 所以这里应该是一-A 可以啦 好 如果你一-A就正确了 然后他是讲的 x拉过去减 然后一-A 拉过来取 这个也是可以 跟我什么差别类 差别在于 我把这个负乘进去 变成A-1分之1 好 这个呢 就是一-A 我也是把它变成A-1 然后呢 前面有负 大概是这样子 第二个方程呢 比较简单 因为他是减 y拉过去 变加y 所以y就会是等于A-1 x 再减3 对吧 这个3拉过去 所以跟这个 红冰做到的 是一样啦 alright 过后呢 我们要怎样呢 你要看啊 分析题型啊 它的A小题是平行 但不重的 代表说 它要找的是 M1等于M2 C1不等于C2 我们就看说 M1等于M2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负A-1 等于A-1嘛 对不对 刚才我好像看到 红冰是有帮我 帮我这样子做一个调整 是没有问题的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再改回来呢 啊 事实上你看 A-1乘过去 你就会得到 A-1的完全平方嘛 对不对 开根号就放正负咯 因为根号1 就是等于正负1 然后呢 再拉过去 加 你就会得到 1加-1 也就是2 1加1等于2 1-1等于0 所以它是2 或者是0 这边又做错了 这边 红冰做错哪里呢 他做展开 他这个乘过去 1-A乘 A-1等于负1 OK 然后展开的时候 展开怎样展开 A乘1等于A 1乘-1等于负1 负A乘A等于负A平方 负A乘负1等于A 加A 然后这个是负1 当然负1跟负1去掉 A加A等于2A 2A-A平方等于0 如果你拉去对面 应该是A平方-2A 对正负符号就弄错了 所以看起来 你不要以为说小小的东西 但是 影响很大 因为你的答案 就会搓掉去 所以 高中的话呢 你要对小细节非常的注重 尤其是这个正负符号 非常致命 OK 所以提取A出来 你就会得到A乘上A-2等于0 A就会等于0或者是负 正2 正2不是负2 所以我们看 A 我看一下 这它的答案是A等于 A等于0 A等于0或者是2 OK 插掉中简的 我先保留我右边的答案 因为看起来好像是有用到 这个就不需要了 OK 因为找到了0跟2了 所以0跟2找到了之后呢 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我们带0进去看一下C1跟C2 会不会相等 是吧 我放0的话 他0带进去 A等于0 我就会得到Y等于负X 0-1等于负1 负1拉前去就加4 然后呢 另外一个方程的话呢 就等于也是负X 减3 对吧 因为这个是固定减3的 那至于A带2的话 2-1等于1 X等于1 X等于1 2-1等于1 这个是减4 是吧 好像也是减4 然后第二个方程是 也是X-3 好像是没有重合的情况 就是说你的A带任何时都好 它都不会重合 所以在这一边来讲呢 它要平行的话 A等于0跟A等于2呢 它其实都没有重合 对吧 都没有重合 它的C都不同 所以第一个选项 这一题 它的第一个答案呢 其实是0-2 那至于你讲说 它不是说要C1等于C2的情况 很不巧的 在这一边我们没有办法做到C1等于 M1等于M2 也同时C1等于C2 所以呢 B的答案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 直线 没有A 这个是没有A 对吧 OK 第一题的答案 sorry OK 我写一下 第一题的答案是A等于0 or2 然后第二题是5解 相较于一点的话呢 就变成了A不等于0 也不等于2就可以了 A不等于0 A不等于2 OK 基本上跟A的情形去掉就可以了 大致上是这样子 可以理解吧